哈喽大家好 我是元音 我想今天这个视频 跟大家分享一下 2017年Hobo Nichi的开箱 今年是我用Hobo的第三年了 在这三年里面 他陪我去了不少地儿 经历了不少事儿 见了不少人 然后我也在 这三年的时间里 慢慢体会到了 Hobo的各种优点 所以想借今天这个机会 给大家种个草 2017年的这个Hobo本 其实是我2016年9月份 买给自己的生日礼物 但是由于各种原因 一直没拆 没想到一拖 就拖到了2017年的第一天 话不多说 让我们开始吧 我的前两本Hobo是2014年 让我爸的日本朋友 帮我人肉带到北京的 一本是小鱼 还有一本说 我后来换的皮儿 后来到了加拿大 让朋友代购的这个过程 就变得非常非常繁琐 毕竟不能要求朋友 千里打飞滴嘛 所以干脆自己研究着 从日本买 去年1月份的时候 自己研究着买了两个后购的皮儿 发现除了付训费和海关税 比较贵之外 一切还都挺顺利 所以今年的本也就自己也继续从官网上面买了 一般来说呢 Hobo都是防水纸袋子里面包着一个纸箱子 纸箱子里面包着个袋子 袋子里面包着个本 所以还算是裹的挺严实的 外包装上有两个游记签 下面是Japan Post 上面是国际EMS 这次总重量不知道为什么被改了 原来是319克 后来被改成了620 然后它的这个邮政的价格也被改了 原来是2000改成了2360 翻过来呢 有一个open here的指示 粘的还挺紧的 扣了扣不开 俗话说得好 大力出奇迹 倒也不难撕 这下里面好像没有东西了 放到一边 有一只猫 就像我刚才说的 这个防水纸袋在里面包着一个纸箱子 那我们打开纸箱子 看看纸箱子里面包了是不是还是个袋子 今年的包装其实说实话还是挺好看的 因为是粉色的嘛 人老了就喜欢这种浅颜色的东西 把这个纸箱子也先放到一边 看还有一个纸袋子 然后纸袋子里面才包着本 话说回来自己网购的优点其实还挺多的 省去了代购的中间环节 还免得朋友帮你跑腿 还能得到两个小礼物 2017年的礼物是一个三菱的黑红蓝 三色圆珠笔0.5的尖 官网售价日元518一根 笔芯86一根 还有一个小盘子 这是个盘子 按照官网上说的小盘子可以装个糖啊 便签啊去别汁啊什么的 反正白送的咱也就别找茬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因为普通Hobo的封皮其实都是布的或者是皮的 所以挺容易粘上脏东西的 尤其像我这种随手扔本人 必须在皮外面再套一个塑料封皮才踏实 塑料封皮在官网上可以单买 我们先把这个袋给拆开 每次的这个塑料封皮呢有全透明的 就是我现在拿的这一款 比较简单 所以它是跟着这个套餐送过来的 还有其他很多花样可以选 上面带燕花的呀 单色的白色的呀这种 或者是彩色的都有 普通的呢就便宜一点 带花样的贵 一般买套装的话 我据我所知给的都是这种普通的塑料皮 质量还挺不错的 看我之前的这个其实也能知道 这个已经用了两年了 下面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 我们的这个Hobo的本皮 Hobo每年抢购的一大热点 其实就是这个本皮 几年前我买那个小驴的时候 网上卖没了 帮我代购的日本朋友 跑了好多家文具店才找到 这次我挑的这款北极熊的皮 好像还挺冷门的 现在官网还有的卖 今年Hobo的皮价格差还是大 A6的皮从2000多日元到43日元都有 折合人民币100多一直到3000多吧 折合加币20多到500多左右 北极熊只能算是这里面中低档的一款 价格最贵的那款是意大利工匠用植物染色的牛皮 手工制作的 相对颜色和款式就比较成熟 每年Hobo会有两次更新 一次是秋季出下一年的新款 或者是一些纯色的款式 一次是冬天大约一二月份左右 再出几个艺术家合作款 就像是这个是去年一月份我还逃过来的 所以没想到秋天款的别着急 冬天会有新款 反正总有机会让你花钱 现在让我们把这个本给打开 看看里面究竟是什么样子 最后压轴的就是Hobo Nishi的笔记本了 一共有三大类 第一类是A6的英文版 就是我现在买的这个 它是黑色封皮的 第二类是A5或者A6的日文版 一般是黄色或蓝色封皮的 日文版可以选择一年一本 或者一年两本 如果要是一年两本的话 基本上就是一月份到六月份一本 七月份到十二月一本 第三类是周级本 更薄更窄更轻 功能也会更少一些 英语的只有A6一个大小可以选择 为了让大家了解的更清楚一点 我拿我的iPhone Plus做一个比对 这个是我的手机 基本上跟这个T Plus是一样大小的 要稍微宽一些 看起来确实不是很大 但是它的设计是一天一张纸 也能满足我这种画牢的需求 如果想要画图或者做剪贴画的话 我个人会推荐A5的Hobo 因为A5的Hobo会带周际画 然后它每一页会稍微再大一些 这个都是A6日语英语版都没有的 Hobo每次后面会非常详细的给你介绍 每个格自己要怎么用 为什么它设计成方格 只在后面我会有介绍 但是今天的开箱基本上就到这里了 让我们最后把这个再打开 我们今天的开箱就完成了 这些就是今天的开箱 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喜欢的话要帮我点一下like